中国女排这一位置与街影同样危急,郎平和时能等来冒奸的新人在国际排球联赛的舞台上,大家都在一轮中国女排一传的问题,实际上相比于一传,中国女排的二传,也是核心的问题所在。 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,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,与场上灵魂孙靖芳以及杨希兰的出色发挥密不可分,这两位顶级二传手为中国队称霸牌弹力下了哈马功劳,而且,在中国女排的历史上,甚至还流传着一句,的冯昆者者天下的美誉,可见二传有多重要,而在这次国际排球联赛的舞台上, 不少人都惊奇地发现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,也是大家最为放心的二传手丁霞,却遭遇了瓶颈在国际排球联赛的舞台上表现得一言难尽,而且更让人头疼的是,一直被视为替补的姚迪,却同样在国际排球联赛的舞台上表现得糟糕透了。 虽然江苏女排的新人刁林宇在国际排球联赛上,有着不俗的表现,但毕竟还是一位新人具体实力如何还有待后期的考察,可以说目前纵观中国女排的二传,丁霞、姚迪和刁林宇,每一位都让郎平担忧,但郎平已无人可选,于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,郎平这次也召回了辽宁女排,二传手孙海平。 很显然,教练组在着力弥补二传位置的漏洞,从之前比赛官方统计的数据来看,孙海平的二传到位帅还算突出,但是孙海平各方面的技术与姚迪、刁林宇实际上都还有差距,所以国家对这次召回孙海平,也是希望能够好好培养他,让其尽快将他打磨成一名出色的二传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